朋友们新年好 今天是农历大年三十 我们硬要去朋友家一起包饺子 吃个糖原饭 顺便也带朋友们看看 美国中顶社区的这个房子 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社区 你看它有一个门 把守的 所以外面的车子 必须要得到这个住屋的许可 进入这个社区 那么整个这个社区大概有400多人家 这个房子是13个世纪90年代开发的房子 当时那个价格就是大概 19万美元 到现在的话这个房子大概是 120万美元 都是两层楼的 就两层楼的别墅 你看看这个 它有公共的这个 游泳池晚酒厂南酒厂 你看到这个整个社区都是非常的干净漂亮 整齐 这就是我们朋友家的这个家具 全部是红木家具 大家猜猜这个字 一个什么样的字 在这个柳叶区庭令 看你们猜出这个叫什么字 全是红木家具 这已经是第二代人用了 这一对叔父是已经80多岁了 我们是第一个来的 所以先给他准备这个齐齐工作 准备那个饺子蟹 这一对 房子的后院 面积不大 比较小 他这个房子 上下两层 你看这是他外面 房子外面的这个街道 整个房子的布局都是这样的 前面是车库 和上下两层 下面是客厅 楼上是二室 那么一楼就是厨房跟客厅 这就是大家已经包饺子了 面皮都是自己擀 自己擀面皮 自己擀面皮 这线十二点的中饭 大部分都是白饭人 他们都很没做 这个南饭人是不会做这些 这个包饺子 这些事 我们一边做也一边吃 这是包好的这个饺子 我们把猪肉卸的给牛肉卸的 感谢这位弟兄们就开始卸吃出来 这是姊妹们 谢谢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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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